第三实体 最多能够溶解25公克的某物质 那我们晓得 重量百分浓度的计算 下面是溶液克数 上面是溶值的克数 然后呢溶液的克数就是 溶值的克数 加上溶剂的克数 然后上面是溶值的克数 那么这边的我们表上可以看到 我们100克的水溶剂 可以溶解25克 可以溶解25克的溶值 某物质上面25 然后我们还要再乘100 这样子算出来是125分之25乘100 也就是所谓的20 所以第30题我们说 其浓度为下列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 20 20 是